鲤鱼潭常年因为浸水量不足 在夏天会造成潭水优氧化 导致鱼类死亡 而11月到隔年的5月 又是枯水期 容易造成水位下降 当地军民表示 水位如果没有持续办法 引入老西吸水的话 就会造成有优氧化水温过高 含氧量过低情形 会造成鱼类死亡 鲤鱼潭是烟色湖所形成 常年因为浸水量不足 经常造成潭水优氧化 鱼类死亡的情形发生 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5月 都是鲤鱼潭的枯水期 艳阳天就能够容易发现 潭水的水位下降 虽然近几天的连日豪雨 还是未见潭水上升 当地军民表示 水位如果持续无法引入 老西吸水进入 就会造成优氧化水温过高 含氧量过低的情况发生 造成鱼类死亡 大概水位平常到哪里 在水泥球那边上面一点 现在大概小多少 小了很多啊 你看在地板上面 所以平常都很高就对了 水位都很高 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就是滴水位的情况 蛮久的耶 过年前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原本鲤鱼潭船家业者 期盼连日的豪雨 能够为酒汉喂雨的鲤鱼潭 带来大量雨势 但是经过三天的观察 远处的高滩地 都已经露出潭面 明显未带来雨势 居民以及业者都相当担心 将会影响船只的行驶 与潭水温度持续升温 将会为鲤鱼潭的生态环境 带来浩劫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请拉涅 公共仅 记者提供